紫荆院小区在长兴县四安镇一安路上 整个小区有八幢住宅楼298套房子 楚先生的房子在一楼面积107平方左右 上个月花75万买的 签完合同半个月就办理了交房手续 他指着照片介绍 碰到下雨天几个窗台上都有水迹 他带记者来到一楼绿花袋里 也就是这排窗户的外面 可以看到窗框是由这些铝合金形材拼接而成 窗框边角有不少地方拼接 没有严丝合缝 留下了一些缺口和空隙 阳台然后左卧次卧厨房那边全部都渗水 我估计就是因为他门窗的材料的问题 有的就是他那个接缝根本都没有接住 就没有接牢 然后有的玻璃胶都没打住 在小区另一幢住宅楼的四楼 记者见到了彭女士的新房 这套107平方的毛坯房是2019年花70多万买的 去年11月份交付 他说看了业主微信群才知道窗台渗水的情况 我就看到其他的就是已经装修的业主 他们说就是这个窗户渗水什么的 然后那天正好我车子在家 我就开个车子过来一看 那我就是我这个厨房这个位置 然后各个窗户以及客厅 彭女士家厨房这扇窗户 撕开这层黑色的密封胶 窗框最上面这根铝合金形材 和墙壁之间填满了发泡胶 用卷尺液凉 发泡胶的厚度超过三厘米 彭女士说这种情况他没法接受 记者从小区物业了解到 反映窗台问题的业主 还不止楚先生和彭女士 物业主管表示开发商已经开始派人上门 维修这批业主家的窗户 楚先生说7月5号 四安镇承建办组织业主代表和开发商协商 最后给出的方案让他们这些业主难以接受 紫禁院小区的开发商是湖州城邦置业 按照四安镇承建办提供的号码 记者电话联系上湖州城邦置业的一位马经理 对于业主们质疑的窗户安装问题 马经理是这样回应的 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 马经理给出了明确的解决实现 记者把相关情况反馈给几位业主 楚先生他们表示不接受维修窗户这个解决方案 准备向湖州长兴的住建部门反映情况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